堪称韩系超强电动性能车 连日本甩尾天王土乌龟市都称赞不已的Hunday Ioniguan 没想到台湾现代汽车总代理南洋实业 还真的把这辆车引进台湾了 这辆现代汽车&Performance改造而来的最新Hunday Ioniguan 在超增压拥有650匹马力以及78.5公斤迷扭力的可怕输出 透过前后双马达电动四驱系统的推进下 达成0-100公里加速只需要3.4秒 急速更可推进到一般电动车根本无法达到的每小时260公里 南洋实业最新公布 在台湾推出单一车型预售车价259.9万 但2024年只限辆引进50台 预计今年7月展开交车 有其对比同样标榜超强性能的韩国PEV6GT 其所开出的新台币273.9万来看 Hunday Ioniguan推出单一车型预售车价259.9万 可说是更为划算的选择 如果您对这辆韩系超强电动性能车还有些陌生的话 我们来看看过去讨厌电动车出了名的日本甩尾天王土乌龟市 在试驾这辆车之后的感想 其实过去从没开过电动车甩尾的土乌龟市 坦诚一开始对这辆车并没有太大期望 尤其对重达2200公斤的车重 要用这辆车来甩尾更是感到有点担心 不过在试驾过后这些疑虑和担心全都烟消云散 土乌龟市说 这辆车最令人惊讶的是灵活性 试驾过后更对这辆车完全改观 还说现代汽车正在制造有趣的汽车 也改变了土乌龟市对韩国现代汽车的印象 身为亨特汽车首款高性能电动车 亨特Iona古元换装专属空力扰流设计 专属21寸锻造铝合金轮圈 大幅强化内装布局 换上专属性能方向盘 也能直接启动超增压模式 为满足激烈操价需求 也特别将原有活动式中央安座机构改为固定式中控台 并装上保护膝盖的软垫 此外双前座单体 以备筒行赛车座椅 以轻量化人造几皮包覆 以备留下可以安装4点式或者6点式安全带的预留孔 对应日常驾驭保留加热通风功能以维持舒适性 至于电池电控科技部分 采用800V高压电机规格 支援350千瓦超高功率急速充电 电池容量加大到84度电 由N Performance部门调整出650匹马力 以及78.5公斤迷扭力输出 透过前后双马达电动四驱系统 早出0-100公里加速3.4秒 急速每小时260公里的性能成绩 最特别也最受争议的是 这辆车虽然是电动车 但却搭配了模拟引擎音效 不只有燃油车的排气燃爆声 更可提供涡轮增压引擎的排气声浪 甚至还可模拟电动赛车或喷射战斗机音效 这辆超强韩系电动跑车在台湾真的上市了 开价不到新台币260万 但2024年配额只有50辆 您觉得是否满足您对电动跑车的渴望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继续支持猪猪哥来聊车 我们下次见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地生菌 搜索中天车厂家 不是输入atcticar 就是cticar 就会找到我们了